工人顶着艳阳全副武装在烈日下工作光用看的就很热 全台连日高温每天动辄30度以上走在路上没多久感觉就要融化 室外工作者更是必须顶着大太阳就怕有热危害风险高温价再成议题 根据求职王统计69%的人夏天都要出外勤 4成9%的人甚至因为工作曾经中暑过 对于实施高温价的这项政策支持劳房高达95% 资方也有49%表态支持 真的热到受不了尤其像工地最常见的工人或者是外送人员 整天长期曝晒在烈日之下大多数人都是靠喝水穿袖套避免中暑 也有资方祭出预防措施中午时段暂停工作 大概在11点半休息然后下午1点半至2点就是 就是尽量避开中午中午最炎热的时间点 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了受不了 我今天喝三千五百cc起来 我喝饭没有那麦当 麦当有那个灰气了 看看外套或者是袖套 然后尽量躲在有阴影的地方 实际问问不同岗位的室外工作者 多数人确实赞成放高温价 毕竟最近因为高温热伤害人数也不断攀升 根据卫福部统计今年6月就医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0多件 而光是7月份短短4天就有201人因为热伤害送移 政策可能要由官方来谨慎